詞曲 李宗盛 我們在德國 從北邊開始往南邊走 我才剛剛醒了 不早靈光 現在怎麼會醒 我昨天回來就晚上就去參加和尚館 上來一把那個魚蟲就丟在那裡 好厲害啊 站在那裡 回到前11點 早上我鬧鐘一響 8點45 睡得好啊 所以我們在德國最後一站是這個Dresden Dresden是這樣的條路上 除了柏林以外 最大最漂亮工業也發達 他又是哈佩尼省的首都做得好 他就在那裡的首都 德國跟我們中國不大一樣 世界上沒有人跟我們中國一樣 我們中國是孔子為一個道頭 我們一個多家人就傳一支船 諸天如果被別人占了 我們就說這是外族 也不把他們放在我們的朝代裡 我們什麼唐雨下上都什麼情感在那裡 嚴恨清都是外族啊 是啊 特別是中間南北朝 南宋的時候 北邊都不是我們的了 可是我們就不管他 我們還是只管我們的宋朝 其實很多國家呢 他根本就沒有他的這個所謂的道頭在那裡 誰來就是誰 誰來就是誰 他現在一巴掌打過來打過去 其實中間都沒有他自己的國家 他們無所謂是不是 對 也習慣嘛 要不然他怎麼活得下去 對 像我們上次去的Five Stand 他就是中間很少很少 偶爾會有哪一國有一個自己的國王 別的都是別國來的 而且來得很遠的 所以跟我們的那個觀念很不一樣 那你如果到了非洲或者南美洲的話 他們也都是說 來了西班牙人或者來了什麼人 那以前都沒有他自己的國家 幾千年 即使他有人在那裡 有的時候連文字都沒有了 那可是在歐洲呢 就每一國都有他不同的地方 像英國就是很傳統的 他們都是說1066年這個法國的Viking Viking 是挪威那邊下來的人 Viking 打到英國來 所以以下都是英國 可是都是他這個是外族進來的一個國家 那德國就不大一樣 當然德國也是很多都是外面來不住 在整個歐洲來說 大家 全世界的人 包括亞洲和歐洲 都是因為蒙古人打遍了各處地方 那所以歐洲的這些族 都是一直往西之北北北地 本來 比方說Celtic的人在德國 後來就跑到英國 跑到蘇格蘭 跑到愛爾蘭等等 那德國這些呢 他們一直都在羅馬帝國之外 羅馬帝國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從西邊到英國 一直到東邊 到什麼伊朗 什麼的 你走到哪裡去看 都是羅馬帝國的印記 那德國呢 就在他的這個外面 所以我們平常說Barbarians 就是羅馬人稱呼德國人的一個名字 叫做野蘭民族 那現在看起來好像 他是一個話外之旅 不是正統的文化 可是現在變成是歐洲的正統文化 那我們說的這個 這個Dresden這一個省 他叫做Saxonin 就是薩克森 這個Saxonin這一個省 就是以Dresden的省 那省不是英國人 就是啊 德國所有的這些族人 來是Celtic 或者是Saxonin 後來都跑到英國去了 就是因為這個東邊的這個 匈奴人或者是蒙古人 或者是什麼 這些牛牧民族 因為很兇悍 所以他們就一直像中亞什麼 都完全都是戰不可以他們戰 英國人 這顏格蘭人稱那個 Anglo-Saxonin Saxonin也是也滿名字的 Saxonin是外面來的人 也滿名字的 那為什麼前面還加一個Swiss 這是另外一個 這是我們上次去的那個地方 那個瑞士人他到了這個Saxonin 來看到這個風景這麼好 這個國家公園 他就說哎呀這個地方 像我們的瑞士一樣美 那德國人當然很羨慕很高興 不然瑞士人說我們這裡好美 所以他們就把這個公園叫做Saxonin 就叫做Saxonin 你看 那這個Saxonin本來是一個傳統的 德國的一個族 可是後來就跑到英國去了 所以我們也說英國人叫做Anglo-Saxonin 就是因為他本地的有一個族叫做Anglia 那另外外面來的一個族叫做Saxonin 所以後來所有的英國人都說Anglo-Saxo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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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如果我們中國人 我們大家叫做漢滿族 我們大家叫做漢滿族 那這個明顯而是個外族的一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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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部分的漢人就絕對不要有... 那我有說越爾曼是什麼 越爾曼是什麼 越爾曼是什麼 這個字叫做Germanin 這個字我也不太懂了 因為我們說德國現在我們大家都叫做Germanin 可是德國這個字是從Deutsch來的 它這個國家叫做Deutsch 那你如果去德國的話 它的什麼火車也叫做Deutsch-Bahn 它的什麼Bank也叫做Deutsch-Bahn 所以他們叫做德意志 我們中文也叫德意志 這些字都是有來源 都很想到 像我們說希臘為什麼叫做希臘 你明明叫做Grit 它是從Helena這個字來的 那我問你啊 你說元朝跑到歐洲去了對不對 對 I don't know for how long 可是好像歐洲人就不願意採取這個 中國人的一些名詞 像Mongolia or something 很奇怪是不是 可是通常我在美國碰到一些歐洲人的話 講起歷史裡面 他們好像very proud的說 有一點這個中國人的血統 看見你是中國人 我沒那麼大的面子 我感覺是元朝打過去 只有武功 沒有文化 沒有 沒有 沒有把文化一下就關心的傷亡 然後就跑掉 而且他們最多只待了一個 一個DECADE 對 沒有多久 但是沒有DECADE 好像百年左右吧 輸而好 也找到了200多年 200多年 對 所以他們有很多人的看法 你要同化的話一定要文化 一定要有文化 他也要有政治 他沒有辦法管理這些人 所以像現在特朗普的那種講法 對 對 沒有講到特朗普 我為了訴訟罰政府的門訟觀眾 他們好像這個面子下不來 所以他們就把孩子氣 因為你到德州去的話 這個西方的影響很強 其實你在那個 比方說我去Austin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地方很好的 我願意多待幾天 你能跟當地的人講一點話 也沒什麼不好這種文化的事情 對不對 所有歐洲人也覺得 他們被龍骨打是一件很恥辱的事 那個時候我們過了2000年的時候 有一些西方的歷史學家 他說這1000年過去的這裡面 1000年內最偉大最重要的是什麼事 但是有一根單位就是說是陳吉思汗 是這一千年最偉大的人物 對 吉吉吉凱莉是為了江福 對 江福 而且你知道那個 他沒有把文化帶過去 因為的話他已經是一個一長而過了 你不要看反正元朝是流氓民主 就是說那個Postal Service 是元朝發明的 因為他的那個氣勒很快 你知道 所以你這裡的Express沒有還快 所以就傳到全世界了 你知道Postal Service 他們用PonyExpress 就用PonyExpress 他為什麼用Pony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上次就講到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在Dreston 看到有這些房子 然後再往下走 我們就要看Dreston 剩下的那些地方 這是我們在這個廣場上看到的一些房子 這個房子是一個明星毛筆 永哈紐 是這個國王叫做約翰的園面 那這個約翰他在一整條瓷磚的圖裡面 他也是一個騎馬的一個國王 那他平常就有一根雞毛 或者說是什麼毛 是Quell 就是外國人用來寫字的那個 就表示說他是很有藝術的樣子 那這是一個國務館 不過我們也沒有去看 那個叫做約翰 這個John 到了德國要唸成約翰 我們也常常都會把他翻譯成約翰 也不曉得為什麼把John 翻譯成約翰 就是因為在德文裡面是個約翰 所以像我們最近在尼索蒂亞看到的一個 也有什麼叫做St.John's Worth 那他就說這個在歐洲叫做St.Johan 什麼東西 有一個 那個尼索蒂亞跟那個John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所以他就翻譯成約翰 所以我們這些西方人都是從政經裡面來的 我們中國人採取的大概都是八個外面 對 把國神聖域翻譯的樣子 這些好像都把那個貨櫃車拿來做房子 哦 很奇怪 結業 對 真的很結業 很像 對 這個好像也沒有保險 這個是在那個教堂旁邊的一個廣場 一個小小的廣場 差不多所有的廣場都是說在聖代節的時候 在這裡擺攤子那種心 那個就是一個教堂 可能它在歷史上被燒掉好幾次 這就是一個market 是one of 德國的最大的聖代節的market 少許四三四年就對了 在很多的歐洲的城裡都有很多的小的square 多半都叫做market square 也就是說這附近的村子的人到了 比方說星期三就在這個地方賣菜 但這附近的人就每星期三就在這裡賣菜 對 就像一個感情一樣 像我如果到我四川的家裡 我們那邊好像是星期三要買菜就在那裡長城 每一個鎮都是這樣的 但如果是很大的鎮 就會有兩個一級二的一級五或兩的只一天 有的鎮當然就會常常都有的話 就會每天都有賣菜 德國的那種賣菜的地方 它就常常會有一個叫做niple 一個很長很尖的柱 像國旗乾奶 然後上面就有這樣 你就是哪一個賣菜的人 他就去把他自己的牌子掛在那裡 人家就知道這一天這個地方有這個菜可以賣 差不多的村子跟那個大附賽場 都會有一個niple 這個地方他說有250個攤子 而有三次在別的前面會有六個星期那麼久 一年有三百萬人 那是很多人聊得多的人 像我們Mong Rainier 大概是一年有三百萬人 這個就是他的一個坑口 上面就可以掛東西 如果到Levelworth他就有一個 我放了 對呀怎麼掛到這裡 我掛到Levelworth 好 好 看機器來放掉 讓我走 像這種城市在歐洲 他們的那個Homeless situation 怎麼樣別取得怎麼樣 我現在看哪裡都有Homeless 他不是沒有錢 他是自己的生活 對 他們的社會其實是很富裕的 我覺得我們這裡的家庭 是因為這些巨大公司 房子的價錢太貴 他們不想付錢 去支援低貿易的房子 這就是為了昨天的星期 就出來了 捐半億美元 為建立貿易的貿易 中低貿易或低貿易的房子 在西方或西方 反過來說 Microsoft 很多工作人員 不是長期的 他去臨時雇員的地方 他就可以不配他的醫療 職業不配 公司可以加 所以這樣的人的實力 你要注意到 這是我聽波音裡面 專門護管這些 他說是market要求他這樣 那我們談那個insurance的時候 你不能夠比其他 你同級的那些人高 你要的話 其他的人都會攻擊你 這是corporate culture 所以他要假如說所有的人 都配他那樣子的話 就跟那個15塊 minimum wage也是一樣的 你的大公司一量的話 其他的都要跟著 要不然他找不到 那其他的公司他就會攻擊你 可是像你波音或者Amazon 他都是擺個架子說 你這個政府不給我種種好處 我就不在這裏開店 所以他都不負責他應該的 那是我們看 同樣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 這個employee 捐的那個錢 他還要掛一個 boing employee 發財錢 捐這邊 我們這邊收到四萬塊錢 他為什麼要用這個 你爭爭不了 你要在他那邊就爭 就是有腦筋的人 發明了什麼東西 那個東西 你只要是他的employee 他就屬於公司了 一樣 這個事情是 很難講 因為我參加工會 我注意到這些東西 為什麼工會 他有時候 是為了一般的人講這些事情 可是你講完了 一個工會撐不了 你還要跟其他的工會去 有這個 有這個 automobile的工會 有其他的 shipping的工會 大家合在一起 牛幣 所以現在 Microsoft 就想要 借他 現在捐了很多錢 可以使得像 boeing 也join 你這樣子做 反而好 可是我注意到 像這種城市 像Dresden 什麼的 它到底是 你懂 好像 保持得非常乾淨 對不對 然後他的那種 no no coast housing 他就是好像把 那個 carage stack up 然後等等 對不對 可是我們美國人的話 就 就很喜歡讓 那個homeless people 去住在 tent 裡面 那是個大問題 因為你把一座 取得一座 一座 然後 最後一晚 你可以講 2018年 花了 30個 M在Seattle 去把那些人都清掉了 你現在回去了 你現在回去了 那邊是一個 有一個 鐵石的圍牆圈 圍起來 他們照樣睡到外頭 你能怎麼樣 就是吧 還好的 王子 都 都有位 所以有些解決方法 還沒有找到 沒有 因為這些 政策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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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 他們 非常不知 他們 不能解決這些 人的問題 我跟你講 一刀給你解決的話 你覺得這個問題太小了 就連修錄一樣 你要去 錄壞了 你要給他講 他還要把他誇解了以後 通過了以後 那都是五年十年以後的事 所以你不曉得 政府的發生 這邊要有一個威嚴的專制的東西 來解決一下 對 多人都說 不如要用專制的政府來管 不然解決不了的 你看他的那個是特別乾淨 要很乾淨 有衛生 所以你要搞這個旅遊的話 人家看這個 對 所以現在有很多人不喜歡到 布萊西雅圖了 對 對 真的 又臭又臭 對 那個是私以後 我真是不愛去 對 對 而且很不友善 人家要坐什麼bus 什麼都不空清哪裡去哪裡 人家有一些城市 友善啊 那麼多人拿了牌子 在你面前 你說他不友善嗎 到處走到處都有看 這個地方應該是算蠻冷的 可是你看到的花都是冬天翻回家裡去的 所以這個是曼陀羅 曼陀羅有毒的 有什麼 毒 是有曼陀羅的藥嗎 曼陀羅在玄虎傳裡面叫做蒙害藥 指痛很厲害 指痛很厲害 太多也是有毒的 有紅的有黃的有白的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冬天要照顧得好好的照顧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冬天要照顧得好好的照顧 那你認為這個 市政府冬天是怎麼樣照顧出來的 我想這個是 這個 這個 哪一個營航還是怎麼樣 它就有用幾個時刻 這樣 那也很難可 對啊 因為這個一個季節長不了這麼高 所以它這就是前一年都長好好的 看起來黑黑的就是因為這種 Sandstone它被氧化了 就變成好看的顏色 這個時書它也是蠻老的一個 是一個路德教會 我們現在經過的路德 多半都是路德教會 也就是說不是天主教的 那這樣的話 它原來什麼說 如果一一六八年就蓋的話 那個時候是天主教的 因為馬丁路德是一五一七年的 然後它又重新建了 然後燒過了好多次了 所以你如果到那個教堂 你可以看到好多舊的照片 那這個當然到了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又被炸得很厲害 這是一九五五年又重新開的 所以你看這個教堂就變成了 你去看 你去看這個前面 一定都是直接展覽它過去重做被燒的照片 一般的教堂很少有這種經驗 不過在德國差不多的教堂 都是燒過好幾次的 或者被雷打的 教堂現在有人嗎 有現在還是有人 可是不大的 還空空的 是空空的 好騷 也不是很多主堂 其實很多是石頭的部分 可是一招就很慘了 在整個歷史上很多很多騷 我們中國不大講到這個騷 像我們以前講的秦始皇 什麼鶴房宮 什麼的也是什麼處理 那實在是太浪費了 好的建築一下子 都把它燒掉 難怪它打不贏 其實很多中國的房子都是木頭的 我們很少有這麼多石頭的東西 所以像故宮這種也是 不是很新的建築 以前都沒燒掉 你在故宮裡面看 就會有一個大水缸 大水缸 都是為了要燒房子 所以就會去 對 歐洲的小村子也是 都有一個市場 然後那邊就有一個水池子 平常給人家洗衣服的 可是到了燒房子的時候 就是要用那個水來救活的 這樣子 這個是還蠻漂亮的一個房子 他說感謝大家捐錢給我們 這個風情 風情是給人家捐錢的 教會自己來撐的話 那麼當然也能撐不下去 教會都是我們說明子明高 很多很多地方 特別你知道 因為我去看這麼多漂亮教堂 是誰的錢 那是我們這些賣鴉片 鴉片戰戰打贏的錢 都是蓋他們的教堂 這個就是被轟炸的情形吧 所以現在中國 四次出來這個 類似鴉片 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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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 我們都說偶引 少年和上山 那其他的地方也會有一些 少年和上山 這個是這個教堂 他有意願主持 他的少年和上山 他的1828到1875 這個top hall很高很高 可是你如果站得很遠的話 它始終都有很多的建築 所以都看不見底下 就可以黏一個頂 我們繞了幾圈也看不出來怎麼進去 就是因為它是一個很老的城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兵兵都是很老的 這個是一個比較特別的一個雕像 它叫做Rubble Woman 就是德國被轟炸的一趟路一趟路 然後它就投降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投降以後很多的軍人又被敵人抓起來 都不能回來 那這個滿街都是一塊塊的炸下來的東西 所以就有很多的女人負責去掃街 把這些一大塊一大塊的東西都搬走 那這些人有一些是異物的 有一些是配得很低的人 所以它要紀念在復蘇的期間裡面 這些無名的女人做的重要的大事 所以就在這個市場的前面 建了一個Rubble Woman 的領巷 這樣子我們是不是應該要知道 其實說女人撐起半個天 其實好像還要超過半個天 是一個醫生的表象 Psychologist 他也是一個畫家 我們就在這裡隨便走 最後走到這個Jewish Center 這以前是一個很大很大的Jewish Center 可是現在沒有幾個猶太人還剩下來 通通都運走殺掉了 這個是我跟Margaret的整天下午 我們就在那裡逛街 那我們船上有另外一個太太 她也想去逛街 可是她不認識路 所以我們兩個就帶著她繞了一圈 她累了我們就把她送回去 她就走回那個船 我們再繼續逛 這個Margaret 土地是很了不起的 這也是 這也是 Margaret他帶了那個走步機 因為他個子比較小 他們走的步都比人家多 對嗎 人家拿出來一萬四一萬五 他有一萬八一萬五 同樣的距離 他要同樣的距離 這個我就沒研究過 跟我同樣走路的人 他就說我這個快 我們是到那個Norskate Mall裡面 這樣子走 同樣的時間兩個一起走 他就說我走了多 走了快 其實你蠻高 你想到這個 我還以為你 那可能 他那每走一步數一下 所以他要多走幾步 哦 我們沒有認識那個Margaret 我跟他一起走 後來我又跟我姐姐走 他也比我矮變 所以他的步數也都跟我不一樣 特別是我們在那個Cloot Street 每繞一圈很明顯的就是不同的 哦 OK 沒有想到 然後就不用了 這個是王公的部分 其實在這裡走過好幾次 因為我們走過好幾趟 這個是那個國王的像 這個叫奧古斯都 是 這些所謂叫奧古斯都 都是從羅馬的那個奧古斯都 那個國王 還有皇帝來的 奧古斯都是在凱撒的下一個 他本來叫做 Octelius Octelius 吳大維 我們應該翻譯 可能是大維 可是他做了國王 皇帝以後 他就取了這個名字 我們現在的日曆 有個八月 就是因為他就生產了一個八月 那七月呢 就是 那是 Julius Caesar 我們這次去的伊索皮亞 他是一個很古的基督教的國家 所以他用的Calender 跟全世界都不一樣 你到那裡你就忽然一下 小了七八歲 他沒有對照啦 一年是不是比較少 他其實是跟埃及來的 他的日子來說 可是這個年份來說是從基督教來的 那日子來說 他們是 因為靠近赤道 所以他沒有春夏秋冬 年年都都是一樣的 所以他有幾個季節 一個是下雨季節 不下雨的季節 那他們就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他們就是每一個月都是三十天 三十天 然後就變成三百六十天 還剩五天 就是叫做Festival 那在潤年就是六天 如果不是潤年就是五天 五天放在哪裡 放在最後一個月 對 他就是第十三個月 第十三個月 第十三個月 第十三個月五天 所以蘇菲亞的旅遊廣告 他就說三十三個月 三十三個月 那那個月很短 那就是六天 而那個月是叫月水的 叫月水水的 就是給你玩的 放假 放假 那那有這個 公司還都開放嗎 比如說公司 那還都開放 搞不清楚 他們在這個世界上 也不能太堅持他們的日子 所以你要買飛機票 還是找外面的人 那他們有些對照的 當然也有 沒有找外面 跟我們印第洋的一樣 要對照 對 要對照 但飛機搞不清楚 就是啊 坐飛機機 對外還是要跟人家一樣 他的那個 高度跟我們這邊怎麼樣 他一般來說高一點 他們可能有一千多公尺的話 就是三千多英尺 那有個地方 我們去就是兩千多公尺 三千多公尺 對 是蠻高的 因為有外來人到西雅圖來 住了久了以後 他們說 你知道嗎 這個area我們住的地方 只有兩個季節 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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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知道 他說 這是個真正的 沒錯 因為是你少了 你天天都沒你 那是因為 global warming 早上啊 不是 路人會沒有給你 都會不會下雨 他們也誇大了 我覺得沒那麼多雨 也是夏天也沒什麼雨 對啊 家裡多好這天的雨 不過外來人還是跟我們在這裡住久的人不太一樣 他們正好後常下雨時一一三二次 這個地方就是他的皇宮 那邊是皇宮 這邊是國王的教堂 像是我們講 大家都改姓路德教以後 這個國王 皇帝還是國王 他想要做十個國跟波蘭等 做聯合皇帝 所以他就一定要信天主教 因為波蘭一定要天主教的人才能做皇帝 所以他那個教堂 當然給他自己蓋來做天主教的 而所有的人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都是基督教的 你不信他的教的 這是基督教的事 皇宮在那邊就有一些博物館 那幾條走的路 所謂的Prince之路 就是在兩個哥林中間的牆上 是國王一個一接一個的 騎著馬的畫像 那就是滿特別的方式 那這個教堂就是天主教 所有的居民都是百分之九十九 所以我讀書的姓 所謂的路者教 或者說是西教 那就是這國王是西教 然後自己去西教 西天主 結果他就藏在 你如果去那個 波蘭的 就是波蘭的華沙在這個中間 那在這邊西南邊 有一個古城叫做花考 那裏面有一個Castle Castle叫做巴蘭的Castle 那這個國王死了 以後就藏在那裡 那現在呢 以前百分之九十九 新基督教的 現在只有百分之十六 因為一個church tax 太貴了 所以害得很多人都不信教 這也是很奇怪的說到 百分之八十東西 新教的也要 有多少稅啊 這是在某一個時間 購一個很重的稅 其實在美國現在聽說 也是新教的比較少一點 是的 少多 一個原因是因為 你去加入他的會員的話 他要你派 派的意思就是說 你的收入裡面 要交出幾個部分 十分之幾 而且蠻高的 十分之幾 而且蠻高的 十分之幾 萬一高 所以就是你的心態嘛 為什麼那個 Microsoft要給 一百億呢 就是讓你有這種心出來 並不是說你 咬一個穴 你在塞你那個教會的話 你必須十分之幾 是你自己跟上帝的。你要信祂的話,你就做得一樣。 所以說,不是那個錢的問題。 每個禮拜都要去,每個禮拜都要懺悔。 那個事是大事。 你要是現在去一個教堂,很 well established, 你參加祂的開會什麼的,然後你不捐錢的話, 所以說,over time, they're going to ignore you, you know? 人家就用一樣眼光看你,你就好,你一直帶來。 不是,不是,這是你自己心裡面做的。 我站著來跟你講,你做了這邊,你看了這邊越髒, 你把它撿起來,然後你每次就敲了腳,你看了髒也不撿。 你待久了,你心裡面是不是也是感覺到, 我是不是也應該來講。沒有人,沒有人說, 你沒有捐錢啊,不想來。 怎麼會講的呢?他們是有組織的,到時代拿錢的。 是有組織的,不是現在說的那個慈禮自發。 到我們教會來了,我負責數鈔票了,我想。 一次去都要給小錢。 拿一個盤子到你的面前,你不定了。 要給小錢而已啦。 不聽了也啦。 那你還是要比較補充的。 你還出去,你會傳惡。 不來,我來。 不來,我來。 這個就是說,他做國王,拿了人民的錢, 然後去蓋這個教堂,借他一個人去上。 這個也不太好。 沒有人去,那也沒有意思。 這是很漂亮的教堂。 所以我也說,就是明子明高,都是留意的錢。 光光。 對,現在就變成觀光的了。 這個,關於這個Fourteenth Station, 就是在耶路撒冷裡面,有這麼一條路叫做苦路, 中文叫做苦路,他叫Dia Dolorosa。 那這個耶穌從那一天早上, 他就背著十字架這樣,一直走走走走, 所以我們就把他叫做過, 挂在那個十字架上。 那這件事情呢? 把它分成十四的Stations, 就是每一段, 都是說他在這裡發生了什麼是跌跤, 或者是擦臉,什麼什麼的經過。 那這件事是十八世紀的時候,天主教的教會決定的。 所以你現在到任何教會去, 你看兩邊各有七個牌子, 這個就是一個天主教會, 因為基督教會就絕對沒有這個東西。 那比天主教再早的基督教, 就也沒有這個東西。 像你到埃及或者伊索比亞這些國家, 他的基督教都要比西歐的要早, 所以就跟他們不是同一個制度的。 比如說七個牌子就是掛這個牌子? 是,一共十四個, 所以面板都是把它分成七個。 有的不是, 有的不是, 有的, 我在那個, 莫, 莫, 他就把那個十四個都擠在一個地方裡, 你看, 就繞了一個圈, 就是有七個, 或者有十四個。 大部分的教堂都是你站在裡面, 他外面的兩航空的地方, 就在那個地方各有七個。 所以這個叫做十四個Stations。 也不是很新的教堂, 所以他的建築都相當的宏偉而精致。 你搞的那塊石頭代表什麼? 有什麼特別意義嗎? 這個部分在教堂裡叫做一個奧城, 就是一個祭壇。 那這個是他的一個雕像, 在古一點的教堂裡, 這個地方應該是一個畫像, 多半都是耶穌帝史之下, 或者是瑪利亞聖天什麼的, 像這種德蘭、古歷史之間的教堂裡面, 都是他們的本國的有名的畫家、 畫的父母。 那這一個就比較是現代式的而已, 而且還有點抽象的意思, 所以我也說不上愛他的什麼東西。 就是你如果進一個天主教堂, 你從西邊的正門進去, 正門以後一直看進去那個教堂的整個長度, 在那種盡頭就是一個祭壇。 那祭壇後面有叫做Wire, 就有好多大椅子, 有頭有有的人坐在上面, 別人都坐在下面。 那你下面呢, 這一個東西, 這一條叫做AS, A-S-P-E, 是一個寬的一個長度。 那這個橫的這個長度呢, 這個叫做Transcept。 Transcept就是, 你從天上看下來, 這個教堂是一個十字的形狀。 可是在基督教裡面, 也沒有這一套的MH, 他的教堂多半就是隨便一個建築, 有四面牆就是了。 這天主教特別是稍微老一點的房子, 一定是一個十字的形狀。 所以大門是在這個西邊的。 所有漂亮的那些雕刻啊, 門啊什麼都是在西邊。 那東邊這個角落呢, 後面是圓的, 這叫做ambulance, 比較半圓形的。 那雖有頭臉的人死了以後, 就是埋在這個地上。 那叫做地下室。 對對對, 那如果是國王什麼, 多半都是一個整個的地下室裡面, 一個一個棺材就放在裡面。 因為普通人是不能進到那種櫃子裡面去葬。 可是這個ambulance裡面, 就是有錢的人就可以在裡面買葬。 特別是像摩納哥的什麼Grace Kelly這種人, 他就是葬在那個地方。 如果是一個小村的話, 就是很小的有錢的local的人, 他就可以葬在教堂裡面。 有些人都是這樣葬在教堂, 我愛好了。 對, 可是你沒有錢, 你買不到的。 對, 它是家族啊, 不過你男子的位置。 那我們在美國有沒有這種教堂? 天主教堂, 像你現在講的。 天主教堂有沒有? 華盛頓就有, 華盛頓DC。 華盛頓DC, 華盛頓DC總統就葬在那裡。 George H. W. Horst, 他的葬禮說不定就是在那種教堂裡面。 DC那個教堂很漂亮, 還沒蓋完的。 因為地震的時候, 他朋友放了一點。 我去參和會議, 總統也葬在那裡。 那個叫, 有一個總統, 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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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容易啊, 因為美國人很小天, 叫什麼總統都葬在一起, 有伴, 叫什麼? 叫什麼拜託。 過拜託的外國人, 岡 adore, 叫什麼叫做。 世界上的第八大集結 這是外面街上的教堂附近 有一塊石頭巿上 有一個拿破的就打 他的軍隊就在這裡集合 然後就去打Dreston 拿破是法國人 他就跑到北部來打 然後他就打贏了 又回來了 就是中伊十四跟拿破崙 是兩次法國打德國 打得很厲害 慘烈的人 就是德國反過來又打法國 一次大戰 二次大戰 都是把整個法國轉下來 這也是一個漂亮的格局園 我們最後就是要看這個 Springer Springer 是兩個城牆的中間 這裡面都是很漂亮的房子 而且是完全對稱的 這裡就有一些博物館 這個博物館是一個老的藝術博物館 它叫做Altmeister 就是老的 Great Old Masters的一個博物館 大家有沒有看到它地上 歐洲的都不是這樣 是一種效果 快快的 德國特別是這樣 而且不用常常在那邊改 幾百年都有效果 連很多新的街都在這裡 就用這個地方 可是這個街不是給開車了嗎 這個不是 所以它不需要改 其實也可以開車 開車也有 而且一下子也有很多 路線只有這個 開車的話就容易壓壞了 不會 可是就很好 一塊就換一塊 這表示它一塊很大 在底下很大 不是 就是這麼一個小方塊 在那邊拼起來的 有時候高分學好嗎 在學校 對呀 那你幹嘛在那邊給我走到那邊去 我又去入話了 我又去入話了 現在是來上賭這個 你看得不出版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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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鋼琴曲叫《Invitation to a Dance》 有一個鋼琴曲叫《Invitation to a Dance》 我們有什麼 我們小學的畢業歌是他寫的 不是說他為我們寫的 他為我們寫的 我們中國很多的音樂 都是從世界各國人抓來的 歐洲派的就很多都是用德國的音樂 我們小學畢業的時候唱的是輕輕小數 那就是跟日本人一起來的 他們的畢業歌是輕輕小數 那他寫的這個 好像你還更蠻小的 它是跟日劇時代有關係 當然有關係 你現在不會再拿日本來的歌做音樂 還有 還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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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中國的語字畫 烏納發達老師說起來 我們從孔子就說 李悅瑟宇叔叔 裡面就有個月 可是那個月經就失傳了 2000年都沒有人關於音樂的書 而且中國人很覺得 跟我們這個正統的文化 是要講哲學文學 那種畫圖、音樂的都是雕蟲小劫 不如大堂的 是王偉 對 像王偉寫的詩 寫得好極了 可是他的同學 就有人說 真好 那個詩人 可惜是個畫家 可惜 可惜 不如留 規念的差別 這個是他的文外點 我說這個Spinger 他的意思是說 兩個城牆中間的夾層 就是這一條的牆 那你從這個門進去 就可以看到 中間是一塊空地 而四周是有兩層的牆 上面也有泡牌什麼的 那這個是因為 他是這種藝術的Style 叫做Rococo 那這個Rococo 是一定要完全對稱 所有的東西都要對稱 這個也不只是西方的 你如果到印度去看 很多也都是要兩邊對稱 像你去看太基林 這麼一個漂亮的 只有林牆兩邊 這一邊有一個是一個清真寺 另外一個就變成是一個有錢人的 或者是會族來拜訪的旅館 可是兩個要見得一模一樣 你在遠處看起來才覺得好看 要 balance 那這個其實像是它 part of fortress 就是說它那個城牆 是一個城牆 很多的歐洲的城 都是原來是有城牆的 中國也是一樣 中國也是一樣 可是你現在變得非常像西安 它是一定要保持這個城牆 因為它的觀光太重要 有個城牆在那裡 裡面的traffic jam 就不得了的未來 那如果像維也納的話 它就城牆拆掉以後 就變成一個公園 一整整環城的公園 那就不錯 那在這裡面 都是國務館 一個一街一個的都是國務館 還有什麼瓷器 什麼瓷器 西方的古典的建築 都是從希臘來的 這是一個Raphael的話 可能他的展覽裡面 有這幅畫 你剛才講的皇宮那些 都是希臘的那種建築 對啊 差不多西方的傳統的藝術 就是都跟著希臘來的 不管是做陶瓷器 或者是做建築 那希臘是什麼地方移民過激的人 也不是移民 就是整個的羅馬 它沒有藝術 它完全是學希臘的 所以你看到的羅馬藝術 通通是跟希臘一代相傳 所以後來所有歐洲的藝術家 都要說我是跟著希臘來的 不是說他認識一個老師 是從希臘來的 沒有 通通不是這樣 這就是裡面是一個很大的廣場 真的在舉行婚禮的時候 有一個國王的女兒結婚 什麼的 可以在這個裡面開舞會 那遊客也是多齊了 隨便什麼時候 其實都是很多人 那些石頭應該都是從附近不遠的 這就是代表她的皇家的 有什麼不空的 對 你是不是有看到這個 新人在造的分撒土 好像也有吧 而且不只是這裡 很多地方都有新人在造分撒土 那些石頭是不是那裡的 石頭應該都是從附近不遠的地方來的 古代的技術現在能夠切得這麼好 是啊 這至少兩千年或者三千年都可以切得很好的石頭 很多建築中間都是沒有水 那些什麼洋灰什麼 就是乾乾的一個貼一個的 特別 怎麼不會倒下來 那要看有沒有地震 這裡面最好的就是浦洛的那個石頭 所以立得不得了 而且它真的如果翻開了 你可以看到它裡面是 外星人 就是它這一塊石頭上面有幾個突出的 然後那邊的石頭又有幾個凹的 然後就這樣套進去 就不會出來 既然它那裡經常的地震 還是非常的耐全 這裡可能就不大有地震 林甲文化 對 因看特別是它沒有文字的話 能夠把這些技術剪下來 還是不容易的時候 林甲文化 對 在南美洲 中南美洲 這次Aztec 瑪雅跟印卡 都是了不起的大帝國 可是中間只有瑪雅有一點文色 別的都沒有什麼文色 林甲特別有名的是結神祭神 我們以前以為 我們以前以為一個繩子上 打一個結打一個結 就是印加的結神祭神 非常複雜 它一個掛起來的繩子幾十個 每一個長長短短都不一樣 它緊張也是這樣 它的建築怎麼都是黑黑的顏色 對 這個就是它的石頭 酒的風化 對 化了 沒有辦法去花 沒有辦法去花 可以是可以 雙頭的煙 對 煙的一樣 還有就是 你買個石頭好不好 對 你特別去 這個布達佩斯 匈牙利的首都 它的那個國會大廈 很漂亮 可是它每十年就要大清 不停的洗 因為它說它們太便宜了 沒花多錢買個石頭 所以變成以後要永遠的這樣洗 它又是白的 對 它就黑掉了 很可惜 對 好美好美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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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上面走了好幾圈 請您照相 這個是好幾天裡面 我們去這裡 這個是那個導遊帶我們去的時候 後來我們自己又去了 這個Local Guide 是拿來跟這個櫃子的嗎 這個女士 那她又找了一個這個Robot Woman 她以前是參加二次大戰以後 在這個城裡面 其實她也不是真的 是她的媽媽 她是一個小孩 而且日子越來越久 這些當時的人都已經死光了 特別是我們去Russia的時候 好幾個掛了好多勳章的人 來說她都二次大戰中 然後她那時候十一歲 她是八十二歲 八十二歲 八十二歲 所以要真的做Robot 我們那時候應該說 差不多三十歲吧 那到現在要一百多歲 我們好幾個這種請來的人 都是她小時候 也許六七歲的時候 開始她總部工作的事 其實後來到了布拉格了 那就有1980年左右 被共產黨破壞的時候 那就是比較可能 你今天在報紙上面看到說 以後的人可以就是說 活到一百歲 是啊 沒有問題 他們說 年輕小孩六四多歲 她是一小孩 中ài有合理 她那個是人工作 女兒 年輕的 警鐘就離婚了 警方就離婚了 ?!" 牛飛 bank 走了 這是再吐息的水瀉水瀉水瀉 那邊帶來的 從走遙都可以 又跟秦漢在一起 又跟秦漢在一起 對呀 因為秦漢在一起 對呀 很熟悉 很熟悉 Kamela 大概1964年左右 是Vanissa Redgrave 演的亞瑟瓦的皇后 她跟原作武士發生愛情的事 她跟原作武士 是一個意大利人演的 Vanissa Redgrave 兩個人拍電影的時候 就生了一個兒子 就是私下 沒有結婚的 跟劇情結婚 跟劇情結婚 可是他們都是各有伴侶 對 很多外面都有兒子 可是到兩年到七十幾歲 就真的又結婚了 雖然其實 零琴她也是 其實比那個大八歲 比零琴她大八歲 只要過得夠久 還是有心不斷的可以有心的愛情 現在就是活得太老了 就是沒有結婚 以後一百歲還可以結婚 對 說得也是 好像這件事情 是不管多老 都人心不死的 等你到一百歲的時候 旅遊就坐在你家裡面 戴一個那個 你根本就不需要去外交 對 不需要動腿 要是你全部給你照起來 你可以帶來的 那就是另外一種理由 那不是真正的理由 還是叫真正的 你不曉得那個照出來了 都可以看到那些皺紋 對 而且你可以進去轉過來 你學會還是都另一半 假如說做得好的話 他旁邊可以 以來一點 他可以把那個歷史都給你講 對 是啊 都可以做得到 將來就找工作的時候 其實美國的那個 那個是平均壽命已經84歲了 美國的平均壽命其實原來是不太高的 對 這個數學科學的計算 你們要想到一個地方 想到什麼東西 這種平均數 好多人躺在那個老人院裡面 就這樣躺在那個 躺在那個 躺還是活的 問題是 你要過那種日子嗎 所以不能說 噢 現在平均都八十多歲了 喂 我可以活到八十多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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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植物人 當然它有某一種辦法 你比方說我幾點鐘要去唱什麼音樂 到時候它就會敲出來 那有錘子嘛 都在敲 對 是可以敲 從這個獨立這種事情 不是到那個時間嗎 對 按照時間 在那個莫尼黑也有 到一個時間 兩位小人就出來跳一個舞 那就是德國出來了 我希望他這個做的也是相當 是很精神 這個是東方的一些瓷器的獎量 因為它有一個瓷器博物館 其實靠中國的瓷器是特別特別的好 我們賣出去的瓷器跟絲綢 都不知道賺了多少錢 那是一切 那是一切 那現在還是日本人的東西在裡面 中國人都沒有了 也不是沒有啦 也不是沒有啦 你會撕掉 最便宜的瓷器都是中國來的 對啊 便宜 可是聽說現在的年輕人 他不稀罕這個瓷器了 你送給他他都不要 這是我們在二樓的時候 太多了 你看下面那個是一樓 每一個雕像都非常好 這表示花了很多錢去照顧 是啊 這張照片照得很好 人家做觀光 這張照片照得很好 反正有我們自己的照片都不是我們照的 所以只能說是別人照的 所以只能說是別人照的 真的嗎 所以你沒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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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 有啊 就說你把照相機給那個遊客 請他幫我們照一照 哦 我明白 這裏便是個後宣盒 這裡便是個後宣盒 這裡便是個後宣盒 這個就是我們下午的自由時間的時候去掛 他們的老鷹是一個標誌 所有的皇室多半都是有老英國的新鮮 不要自豪的意思 中國的話就是一個老爺 國王還要兩鞋子 在華盛頓的話只有Seahawks 不是老爺 不是老爺 是另外一種 這樣子也像老爺 這個Emma就是我們剛才帶她去繞圓圈 然後就把她放回去 然後我們又繼續再逛別人 這個就是我們去的德國的部分 應該就是到此結束 所以德國部分看了很多很漂亮的東西 可是特別是在柏林 就有很多跟打仗 以及後來費額過戰的情形 就是在西國上不到的東西 然後我們下面開始就進入捷克 這是我們這一次旅行的 所拜訪的兩個國家 這個到捷克的首都以前呢 就要經過兩個小鎮 這一個小鎮叫做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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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後面加一個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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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為什麼 是有來源的 可是他是一個集中名的名字 就是前德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還沒開始戰 他第一個就把捷克吞併了 他的原因就是因為捷克就在他的南邊 所以他叫做Trasse de Sudeten 就是說德國的南邊 所以他認為這個根本就是他的地方 因為他歷史上有很多很多的德國人移民到這個地方 所以他就像斯沃現在要戰烏克蘭一樣 他就說這個是我為了我的人民的要求 我要贊助這個地方 那時候整個的西方都很害怕不知怎麼辦 碰到那邊捷克蘭出來 他們就說我們也許去把捷克給了他 他就滿意了 然後就... 羅米托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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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胃口不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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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捷克之輪獻給德國呢 就是充分代表西方的這個妥協的精神 就是在英國就是首相叫做Chamberlain 他是說我去開這個會 我就讓他這樣他就滿意了 所以大家直接就可以在北鄉屬了 所以這些地方呢 你看到這個地方 這都是在德國的邊上 那捷克呢 他們現在一直都覺得 大家覺得他是一個小國 可是他以前非常非常的工業 工業啊 武器啊 那些都是世界第一流的 他們甚至覺得他們自己的工業比較多 19世紀 在19世紀末年 在19世紀末年 那我們坐的船是這個藍的一條線 今天到超級別場的時候 那一條斜出去的 就是要去看這個 SWISSEX的國家公園 那是沉南太風景的 其他在這條路上的 看的都是 一個是古時候的建築 或者是二次大戰被轟炸的情形 最後在特別是在Torgaard 是兩軍東邊的俄國 跟西邊的聯軍在那裡 會合的一個歷史的交界的地方 那Dresden 這個東南區裡面的首都 那再下去我們就過了間 就到了這個Littre Meris 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要去的小Terrissa 的一個集中營 那德國人呢 他覺得 他要掩人耳目 讓他自己國家 覺得自己國家的政府 做的都是好事 不是壞事 所以他一佔了一個新的外國 也就是說 是波蘭或者是捷克 他就要把他們集中營 建在這個新的國裡面 這樣他自己的國家的人 就好像 沒這回事 其實他是建在別的國家裡面 所以別的國家呢 現在來說就很不高興 大家都跑來看奧索爾斯 有了不起的大的奧索爾斯 多麼可怕的 所以大家都說 這是波蘭的集中營 波蘭就說 這個不是我們的集中營 這是德國人的 所以他掛了牌子說 納粹集中營 他也不敢說是德國 他就讓美國沒面子 所以他就叫做納粹 因為他這個政權死掉了 所以他就可以大家都罵這個納粹 怎麼罵 因為日本人他就沒有死掉 他一脈相傳一相傳到現在 所以他只好假裝說 以前沒這回事 他不能說 我們以前那個政權怎麼壞怎麼壞 因為他就是他自己 他會回去嗎 我們現在看 這是波蘭 這是捷克 這是德國 以前都是 五千年前這個是什麼 這就是一個一個小寸座附落 一個國王 我是國王 你也是國王 我打你把你站過來這樣 沒有德國 沒有捷克 沒有什麼 那時候就是大家很亂 因為古代就是從非洲移民過來 然後變成一大堆很亂很亂的小國 交通不變 所以現在說德國什麼 以後可能再過一千年又全部亂下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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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有永遠的 你假如看德國人的話 再看這個 Chakoslovakia 他到底有多大的不同 還是 They're about the same kind of people 他們人是一樣 只是地區不一樣 跟一個小部落講的話可能太一樣 然後後來德國是因為他們是小部落一直聯合 變成大部落 經過聯姻嘛 結婚然後變成一直擴大 擴大變成一個德裔致民族 那以前是巴巴雷元什麼什麼 好幾個 所以我覺得有的時候 compare to 像這種 一個一個國家分開在 Europe 比起像中國的話 We were probably lucky 就是很久以前就統一了 我們有不同的民族 可是 也不同的語言 可是 Overall還是 China 所以我們很幸運 很多人都是說秦始王 德國以前不是? 也不是 普魯士是他的所有國家裡面最強大的一個 後來他就站出來了 他們都全部統一了 意大利也是都是一個小赤諾 然後就統一 所以他的歷史都是很近很近的 德國的國王 他的手下叫做B-Smile 如果B-Smile出來的話 他就把他的國家統一 所以我們說德國是1870年開始的 但以前是沒有住德國的地方 所以現在我們走這個紅的路 就是離開那個藍的路以後 那個船就不住在船上 就變成一個普通的路上的巴士的一個座 那進到德國就到了這個小泰瑞沙的集中 那再下去就進到Proud 然後我們就從那裡飛出來了 Proud是一個非常非常的trendy的 就是大家都很喜歡去看的一個國家 因為它不是那麼像德國英國法國 這麼傳統的一個大的西方的國家 它是一個東歐的國家 以前是被蘇爾管的 非常非常的charming charming old town 我們認識的人 幾乎每一個人都是到了捷克 就覺得好喜事 古文化 對 有古文化 又不是那麼摩登 這個公司它是做一個慶祝的慶祝 然後到晚上才有 可以到上面去吃飯 然後就可以開始吃飯 到那個氣球那個地下 那個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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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因為它可以去看 因為它可以去看 你也盲視這個 網絡 很多地方都有 甚至安孔 吳哥窟也有 他不是做一個星球讓你飛 你去土耳其 或者是埃及他這樣從上面看風景 那是白天的 所以很多更多的 去法律 其法還有烏斯別克 還有一個 就可以上去 然後就下來 一定的那些 就在一個地方 整天都可以看到 沒有客人的時候 他就是 你可以看到一個拉起球 就是森佔機樣的 對 對 對 因為我們在船上最後一天 所以才出得非常好一點 我還敢說這次活動雲 那為什麼要那麼多叉子 因為一般來說 你吃一罐 你吃了一道菜 這個叉子 你要收掉 你看下一個就是乾淨 所以你用的時候 從最外面 所以你嘴巴太皺了 他味道不太皺 就是 就是說兩個味道不能混在一起 不動 兩個全都還沒一起 就是我們一口水的 讓你嘴巴 你這個沒有擺之前 你那個盤子裡面那個 刀子 一直就是這樣子放的嗎 那個是個Butter奶 是啊 一直就放裡面 是 直接整個方便包著 對 對 對 那你這個 湯匙的那邊有一個 那是給你喝湯的 是不是啊 他這個 放的底下的是吃dessert 吃菜的東西都在兩邊 就說什麼 這個是怎麼吃的 這個只有時候會吃到 對 我說對長的人 對 很長的 對啊 我說對 很長的 對 很長的 就像人家一樣 太細嗎 對 不用了 不用了 你去余桑基亞這個說不用了 就用了 下次你要撫起將你的手 這就是它的appetizer 一道一道上 左邊這個是一個很薄的火腿 都會做火腿花 人一個國家都有 我們說精華火腿、鮮灰火腿 他們都有一些 所以西班牙的叫做Palma 還有Proschuto 都有不同的味道 這個是起司 它是從澳洲來的 Cover cheese 中間捲的那什麼都不叫 起司 起司 那個火花飯 不曉得 一般來說 豬肉裡面就有鮮重 就是鹹到一個程度它就沒有了 我不曉得到歐洲有沒有人想到那個 黑洲豬瘟 因為照他們來講的話也有一部分 有讓他們有 但是他們看很慢 有慢的很慢 不像中國這些 是因為它控制的 我的意思是說我們吃這個的話也沒有人談 沒有流通那麼快 你再慢的話 你只要說台北淪陷的話 大家還是全國一樣的 德國的豬盒享受給他們聽樂 不是想喝不想喝 是有細菌的關係 是有細菌的關係 尤其是人是中間素食的 不過那個如果舉手 對 舉手他們沒辦法 做成鹹肉這樣多半就已經殺掉了 對 好久 昨天香港回過去一個女的火腿罰二十萬 她不罰 然後把他送回去了 哦,好興趣 所以你說,哦,我處理不可惜 所以你的假髮單還不可惜 我這個是學校從幾千年來就有的 這個朱溫是今年出來的一個新的朱溫 去年 去年 其實是駿匠 你吃了一些肉、菜 需要用這種來幫你的口腔的味道 口腔的味道,你的心乾淨 哦,怪不得剛才那個勺子很長 對,很長,對,就是這樣 對 為了人心搞一搞 這還是,這個是蔬菜 這是蔬菜 蔬菜 這是煮蔬菜 三不大劍 上面那個一條一條應該是ham 不是啊,會不會 不是,可能就是這樣 不是那種 as we are 可以看到什麼呢 就這樣 什麼筷子 那個筷子 超不了錢 沒有多少錢 弄得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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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 要口腔的 人 大家可以後腔的 那個有點隱喚 就是這一點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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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安靜還是你們做的那種安靜 這個後面可以聽到嘩啦嘩啦嘩啦 它那都不高 因為藍營河那些河都有槍 所以你船不能太高 它都是照著那條河來做它的船 這個船就是在這個河上 那有一段它整個指揮台都要往船上壓下去 因為它那個地方很可憐 這是過生日嗎 這個人是拿了一個火鍋 我們要先以放 這個刀子泡在杯子裡 等一下才好吃 它做了一大塊長方的幾個 它是三個顏色的冰糖 美國人都用餅乾嗎 剛剛那個是餅乾 這個是所謂的冰糖 只有冰糖的 然後外面用薄薄 然後用燈燒把它燒出來 我認為這是叫做Baked Alaska Baked Alaska 雖然以前是Baked 現在就用燈燒在外面燒 做燒好了 把所有的櫥子跟做工人 都要站成一排給大家看 因為是要再見 哦 對 要再見 對 這個是不是叫做Ice Cream 是啊 這個叫做Ice Cream 這個人他就不能吃牛奶 所以還給他特別另外做 哦 還是原來講 沒有 給他幾個蝌蚪 條 大明星 好 今天我們就離開船了 早上 就先經過兩個小鎮 最後就到了布拉格 那你有沒有去詩區嗎 布拉格 布拉格有啊 沒有 你有看過嗎 對 人很多 對 好 人山人海 人事不得了得多 可是價錢還是值得多便宜 對 德國主角不是真的食料 而是蜜做的 一邊吃一邊 蜜蜂一直來 一邊吃一邊 蜜蜂一直趕蜜蜂 還有配酸菜 來到德國已經配酸菜 這個是這個河流和這個流域 我們是從威特勃上傳的 我們是從柏林上傳的 右邊 柏林在那裡 所以我們倒回去走一點 然後從沿著這個河流下來 不對 我們不是去那個威特勃 難怪我找不到 我們去的是這個威特勃 所以柏林是在這個地方 從這裡下來到德國 對 實際上是蠻短的一段 然後就過了些 其實因為走很長的話 從上面還有 再上去還有好大一段 從那個漢堡啊什麼的 還有一個Grabble 那不會用是乾淨 對啊 是 我們走的是很窄很小的 房子都很淺 沒有什麼交通 可是這個再往上走 才這個Bracken 過了邊界 過了邊界以後 它就有好多個支流 那這些支流呢 捷克來說 這個是布拉格 布拉格的一個主要的核 就叫做 他把這個核 他這樣 從這裡來的 這些都是他想是流 所以他捷克的這一大部分 都是算是這個核的支流上面的部分 所以這個核對他們來說是很重要的核 可是這個核不是一回核對最主要的支流 那是從那邊來的 所以要除了捷克的母親核和摩托巴 他這條核是對北河的支流 可是不是最主要的支流 那這個他們的音樂啊 民詩啊 我們都看到這條核 就好像我們看到長江一樣的重要 捷克呢 他本來是分成好幾個部分 然後這些都會合在一起 變成一個國家 他們說起來他的歷史 不是那麼單純的一個區域 而是有好幾個部分 我們常常用來用 用來形容捷克的這個字 叫做 現在說起來 是一種有藝術家氣質的一個字 有一個普希尼的歌曲 叫做La Boheme 就是說 在巴黎的一些藝術家 會翻譯 有時候把他翻譯成 藝術家生涯 最近有個電影叫做 Bohemian Rhapsody 是叫一個現代音樂家 叫做Frenny Notary 他也不是這裡的 這個 Bohemian這個字 就變成代表一種 世界上的藝術家的精神 可是在捷克來說 他除了Bohemian以外 他還有Madova跟什麼部分 反正他是三個部分合在一起的 那最主要的另一個部分 叫做Bohemian 這是他的國旗 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的國旗 都是紅白藍色 很多人都聽不懂 我們這時期的這一國 完全都是紅白藍色 還有什麼黃的 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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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屬於奧雄帝國的一個部分 奧雄帝國在1918年就垮了 然後他們就要有 大家要愛國 這個愛國這件事 在以前不是很常見的事 而是最近 這次國家都說 我們要把別人打倒 或者侵略別人 或者要防止人家來侵略 所以就要拼命地講愛國 以前那些大家都是一小城市 大家過日子一過過幾百年 我們有所謂的愛國的主義 所以現在有這個 《Make America Great》 對 《Greater》 我說三個部分 有佛陰亞跟摩拉比亞 另外一個部分 斯莫巴基亞 後來就有《Spin-up》 兩邊又和平一村一村 進入另外一個國家 因為那個國家是很農業的國家 比較窮 比較不發達 斯莫巴基亞 是他完全是蘇俄化 那個時候 在蘇俄的統治下 就把他們放在一起了 是啊 我們的概念名中 就是結了蘇俄化克 都是原來換聯的 現在就分成兩半 而是沒有打仗 就分開了 那現在是兩個國家 是兩個國家 1993年吧 蘇俄的崩潰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 在整個歐洲來說 好多的事情都是從這個做分界 不只是歐洲 就是你要去中亞的也是 都是從蘇俄出來的 我們常常講話 一天都說蘇俄 可是現在不是蘇俄 今天蘇俄 就是蘇俄 蘇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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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蘇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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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他家去訪問的時候 他給你做這個 這同樣的道理嘛 我們從那個他們叫習大大這個年初討論的時候 中國人要強 對不對呀 講了這個所有的東西台灣絕對不能夠放棄 可是他就為什麼不去討論討論 他輸給這個蘇聯的好大一塊 所以這是很矛盾的 就看他怎麼說 我幾個從東三省來的那些人 他們就感覺到那邊的土壤多匪惑 所以這樣無言無故就喪失了 他只是吵什麼更談的 每天嘛 但這不可能會發生在台灣 這不可能會發生 你待一百年 你在後來又講的不一樣 我還不在乎 老大哥那天把屁 西方常常就說 英國跟法國來對抗德國 可是還有那麼多別的東西 在二次大戰以後 這些都變成是蘇二的 以波蘭來說 他也覺得很荒謬 因為他被兩邊侵略 然後等他打勝了以後 他這邊就跟給那邊 這邊又跟給那邊 他自己就不曉得怎麼搞 他夾在中間 很可憐 剛才那個地圖上面 波蘭有一個城叫Krakow Krakow以前是他們另外一個國家的首都 上面也是那樣 就是被村來分去了 好多個附近的國王都葬在她的Krakow那邊 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在歐洲的話 沒有美國也不行 是 美國一把把他整個世界救出來 所以後來波蘭變成非常強大 做了那麼多飛機 不是不是 這秘密是 德國那些猶太人 最後被波蘭裡面的人 向CIA要他那些人頭 要不然蘇聯就要去拿 波蘭派了飛機去接這些人 在那個國家的那個秘密的這樣 沒有對外出 所以這個是好像History Books上面也沒有寫 有歷史的 對 那時候都送到日內瓦 送到日內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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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聽說人家的天才 對 或者也是他們願意的 有保障 有保障 現在我們要講這個地方 就是德國戰了捷克 還沒有開始打二次大戰的時候 他就把這個堡壘 就改裝成一個集中營 就把附近的猶太人都運到這個地方來 那這個我們只是經過 看看他的門外面沒有進去看 可是就是一個跟別的集中營不大一樣 第一是他很早就有了 而且很多都是外國來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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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集中的歷史就是 他就被蘇爾贊助 到了1968年的時候 他們就產生了一個叫做烏拉格的春天 就是有好多政治啊 藝術啊 文學啊 任人物 都出來要反抗俄國 可是對俄國的藝術 一定要這條字 匈牙利很早一點 大概是1956年 所以我覺得都是很重要的 在意外裡面反抗蘇爾的事情 那這個後果呢 還有波蘭 波蘭是到1980年才開始反抗 所以就比較遲 說起來也比較成功 而匈牙利和捷克都被掙扎住了 可是在那個時候被關起來的 這個城裡叫做Youchek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 那個去佐家叫做 哈勒爾 後來他做了監導以後 在他們 撒抗回國成功以後 他就做他們的第一任總統 蘇勒他就是用他們華沙公約 所有這個東歐的華沙公約的國家 一起來進攻捷克 所以就沒辦法了 就在1968年的華沙公約到21年 就把它增加住了 可是到了1989年 90年 這些東歐國家要反抗蘇爾 差不多都成功了 那他不要讓科馬進步 因為科馬進步 科馬進步他已經沒有辦法 後來他自己都保不住了 可是他本來他開始的時候 俄國的坦克車是開到他那裡去 要轟炸他 可是就是要炸的那一天 波馬進步就被給下來了 所以就沒有炸成了 他們就後來就走 在東歐的各國來說 第一個還是匈牙利 匈牙利他宣布說 我們都邊界開放 你們要去德國 都可以自己去 那結果全東歐的人 通通都要擠到匈牙利 去往德國跑 結果他們就也都自己都開放了 你說是移民開放 就是他的邊界的border 就是open open 本來我們叫做鐵幕 就是整個是封鎖 誰都不可以過去 不能走 雖然你如果坐火車 在歐洲裡有什麼放 每個國家都可以 根本都不常 但是羅馬尼亞就不可以 就是你要看你有沒有參加你的歐盟 歐盟的國旗是十三個星星 在臺灣的護照可以 在臺灣也還可以 深根合約 每一個國的國界 有好多種政治因素 一個是你的border control 一個是你的commerce 商業經濟上面 歐盟現在就是要 包括所有的border control 跟terrain 關稅的問題 通通都變成一個大國的話 他就可以以一個大國的立場 在世界的市場 或者政會理台上面 一起一致行動 就是力量就很大了 可是英國就不肯參加 對呀 你是個大國為什麼 通通那樣 那樣抹橫在裡頭呆著 他就是跟美國的第一一樣 他就想要自助 他在以後英國追查 還是那個大大英帝國的事 還要醉 他在領土都沒有 他就想要自助 所以 將他的國家跟人家不和 1989年那個時候 不是就是 Berling Wall 已經 came down 然後我們的總統是 George H. W. Bush 在他以前 就是Reagan到的柏林尾牆前 其實有一個說法 當時其實在中國 89年那個武術運動也是挺高漲的 對呀 89年那個運動 真的是非常的有希望 我是1989年去曾經 去玩 那很慘 然後還去找我們家的家人 如果有一個領導人 能夠比較開明 比如說趙紫陽 如果是他能夠有權的 不是被鄧小平把他打下去 中國的面貌真的是 不是現在的人 你講了如果太多了 他在講他的那個 你說什麼89年 你知道那件事嗎 真的 所以我跟妳講 我1989年是差不多 就是5月的時候去的 然後我去的時候 就發現那個 天安門Square那裡 好像非常自由 而且就是說那些學生 腳步是怎麼 很熱鬧 所以我就心裡已經在責怪 我們美國政府 亂講中國的事情 就是我們這邊的press 跟在中國發生的事情 完全兩樣 對不對 我說哎呀這個國家現在 好像變得非常republic 不過哪有小的 哪有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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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那裡待了 北京大麻 我待了兩個禮拜 我待了兩個禮拜 快要走的時候 我就想有一天 就從我那個旅館在北京 就自己就做那個bus 什麼去看 然後到那個動物園去 結果那一天就是全天霸風 你知道 所以我根本就是要走路 你知道 結果你知道 我走路 從早上走 什麼什麼 都沒有去上廁所的 然後回來的時候 幾乎這個bladder都要爆炸 所以當那個時候 我就發現好像 什麼事情 有什麼事情 有什麼事 然後我回來 我回到西雅圖以後 很快就是 就是 後來就是 然後我在那個 中國交了一些 新的朋友 他們都不願意跟我來網 我寫東西給他們 所以我好不容易 有不然整個鐵幕 沒有很恐怖 都很恐怖 一家的親朋友都 在跳 都很恐怖 你們不是說一遍 很有話音 對啊 那時候再比幾 六四 我沒在比幾 我在美國 還沒到美國 還在北四 還在北四 我在圍德里 我在華達上學 了 所以當時 我們家裡 我妹妹她們說 打槍了 我也不相信 我說是槍屁止 後來幾分一報導 然後我又趕快又告訴他們 要不要趕快,你幫我們這次看 那個時候,我兒子在北京上學 我們在南昌,在家裡 天天就惦記,哎呀,是不是上學了 是不是在那裡頭受傷了 是不是那個 哎呦,我心裡都好緊張 真的,因為知道自己家了 有資格講話的人沒來沒聽過 來他們,他在哪? 他在那間 他還跑了 你亂了,不得了吧 真的是亂 那我跟你們提一下 你們剛才,故念了 就說,坐火車,你先把那個地圖放回來 這個要怎樣 你們以為所有的那個歐洲 你到處可以開車,坐火車,沒人管 我是從那個,你剛才講的 三個小國的,坐巴士回來 我去最北邊,坐巴士 大概坐一整整的二十,二十一個公共 要到波蘭的那個邊境上面 那一個站,裡面沒有人 可是巴士被叫了要停下來 也停,沒有煞掉 我以為什麼東西啊 上來了兩個警車 前面一個閃燈了,後面也沒有看 我看不見 我就坐在前面,最前面虎裡 上來了,因為那個晚上,大概早上兩三點多 所有的車子兩排嘛 上面也睡一層 坐一層,下面也坐一層 全部讓你把那個開車拿出來 每一個人看 所以你說 我是說幾個國家不行 那過來是有 羅馬利亞也不可以 都是要查的 就幾個國家,東歐的也行 不是,他平常白天不長 我就感覺很奇怪 白天不長 因為那個邊界那個哨 他沒有人 是什麼年代 我是從上面 一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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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 沒有加工都 沒有加工都 那個叫什麼 歐盟的 我也感覺奇怪 我是一個人坐嘛 沒有其他人嘛 歐盟的 我們是這樣講 就是大概1989年的時候 忽然他們就自動開會 就把他們的這個 國家就脫離了 東歐盟之外 這樣做 不要回事 這個就是因為蘇爾 他完全沒有辦法 再把所有的東西控制 在他手裡 直到1993 他們有決定 要把他跟這個 蘇爾巴基亞分成兩半 本來是整個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從他這裡 經過蘇爾巴基亞 到亨格維 這些都是 完全在蘇爾的控制裡 原來就變成一國了 就變成一個 文藝的國家 可是他這個小博 雖然是很強 很有工業基礎 可是他的文字 跟人家不一樣 所以所有的人都要學德文 法文 英文 才能跟外面來往 裡面第一流的世界級的作家 都是要用德文來寫他的文章 沒有人看的 這個名字是卡夫卡 所以他們讀書比我們用功 為什麼 我在 住在大城市的時候 早上起來很早 就出去走 走路以後迷路了 我就問他懂不懂英文 一看他就是做那種 教育妹那些人 可是那個 川來打領帶那些人 全會講 講得很好 講習文 那 我問他們 因為在那聊天 他說他們要學英文 也要學德文 那就好幾國一邊 對啊 所以他們那個 好像是不學的話 你根本找不到學 你讀到大學 大概這些都要學 你知道我在美國是19 1966年拿了 Bachelor's Degree In Chemistry 然後得到一個Master's 1968年 那個時候的話 我們一定要懂德文 因為我們需要讀德文的這些 化學的那些出版的東西 所以那個時候 德國的那個science 是權威的 全世界 全世界是第一的 所以 德國的化學 化工 那是不得了的 我們的化學世紀 一說是德國產的 那是絕對相信 那是最好的世紀 所以在美國現在我們不流行 要學一個其他的國家的語言 It's a big mistake 所以我們都需要描述 就是說小孩子應該學中文 現在已經就是說在西亞國 area 中文很 popular 中文是其他西班牙文 西班牙文 西班牙文 法文 海語 國語 英文還是很厲害吧 英文是上面的 所以現在韓國語講了是 英文也必須的 雙語 我的小歲月 他這個暑假叫到西班牙去了 到西班牙的家庭裡去過一個暑假 那他已經學過了西班牙文 他學過西班牙文 那你現在可以 現在我們講這個索巴基亞 他們兩國穿開的時候 他有一年的時間 你可以申請說 我不要做這一國 我要做那一個 哦 對 那他這個捷克領航的大學 卡羅斯大學 所有索巴基亞的人 都可以免分來對嗎 剛出生一年就沒有這個選擇 說不了話 是索巴基亞他想要跟捷克分開的 他們的人多半是斯拉夫人 也是因為人種 人種的話都有關係 當然經歷也有關係 他的那個講的話 百分之七十是一樣的 這個是一些東歐國家 在1990年的時候 突然一下他們的經濟 就都掉下去了 因為這個混亂的事 可是後來就 就上頭又上去了 所有的國家都這樣 就是一個轉折時期 這個就是我現在要講的 今天要講的第一個事情 在這裡 講了那麼久 終於到了這裡 這個是捷克的 我們進去的第一個地方 就是他原來是政府的一個城堡 這是一個藥散 所以有好多的泡材什麼的 這是一個小的藥散 他在1780年的時候 他在1994二世所建的一個地方 他取名是因為這個Maria Teresa 是他的媽媽 Maria Teresa在維也納有一個雕像 他就做了像一個維多利亞女王一樣 他生了18個小孩 每一個都嫁到所有歐洲的各國去 好厲害 你像18個國家 連所有國家通通都跟他有關係 都是生的女兒呀 不是啦 他也有國務 還有男孩子 他的男孩子叫這個 Johnson就是他的兒子 後來在1938年 德國就進去把捷克站 那是在1939年就開始站 那這個開始泰保 Gestafel的那個 塔林的監獄就建在現在 我們要看這個地方 那這個是194年 歐洲的話 不能夠說 你蘇聯沒事去搶親我們 你德國沒事 其他的人也是能得 崇環總體小波嗎 歷史上都是拿來拿去 都是這樣 像你說這個皇帝 他想要做波蘭的國王 所以他就去改進一下 所以也都是這樣 以前我們說冰桃晚年 是一個小國 可是他跟波蘭也聯合起來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帝國 像我們這個一兩百年 什麼反民 反清復明的那些人 在那邊大概不會 亂念不同 就是啊 我們那個時候是非常的 反對外族的 其實在孫中山革命的時候 他也是打的旗幟 是說要反清復明 不是反清復明 建立於英國 要把外族驅除大陸 那你現在的中國 你就講不清楚了 到底什麼人是中國 我們大家都說我們是漢人 其實我們在某一個年代 我們也是一個外族人 就是啊 只是我們都太早就通話了 所以他這個地方就變成一個街牢了 裡面就關了很多人 後來在抓猶太人的時候 然後就有很多猶太人也來被關在這裏 叫巴斯林的殺死人 OK 我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 是有一個殺死人 一個殺死人 一個刺客 這個刺客呢 他就把奧國的太子 這個人 這個人 他來這裡訪問的時候 在塞拉耶佛 就是塞爾維亞的塞拉耶佛 去訪問的時候 他就被刺殺 就變成這次大戰 說起來有一點莫名其妙 因為你刺殺了 你就調查抓起這個壞人 然後看著怎麼回事 就沒事了 可是偏偏就是因為 這個地方簡直是 就像功要代發的那個 大家都對準了 人間事情 這一波就是 我們要打仗美國 又要打仗大家 霹靂啪啪啪啪啪 全部的人他都宣戰 就為了一個人被刺殺 你這個片子上面 你被刺殺到這個監獄 哪個監獄 那裡的監獄 這個小特里莎 就是在那個 以前做一個軍事要地 可是後來就變成一個監獄 就剛才照了一張照片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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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正義 這個次事 他是俄羅斯尼亞人 他是主張 斯爾比亞 不要屬於奧俊帝國 可是這個仗打完以後 奧俊帝國已經不存在了 所以這個也就是 不了 這就成功了 有這個想法是 當初一百多年前 歐洲人的思想 你就算殺了人 也是給你關了監獄 沒有什麼死刑 就是這個意思 他那個人 有一件太複雜的事情 不能用他來說 歐洲人的看法 我就看了我們這時候 死刑的人不執行死刑 台灣也是一樣 這個奧俊帝國你們有沒有看過 《我愛惜食》的那個電影 我中學的時候可能整個是 《我愛惜食》就是 是一個 是一個 巴馬利亞的一個 臣子 他的小孩 他的兩個女兒 他的太太 也是一個巴馬利亞的皇室 他太太就帶了兩個女兒去相親 習慧越南去相親 吳越南的奧雄帝國的國皇帝的一個兒子 要跟這個大女兒結婚 結果這個 看見小女兒 結果看見小女兒 這很浪漫的一個故事 Sissy公主 Sissy Sissy是一個非常流行的女人 可是到了後來 Sissi 本人也是被一個殺害 把他刺殺而死 他跟他丈夫的長子 長子就是下一任 就是他要做皇帝的這個 他不做了 他還做關閉 他有了太太 他愛上另外一個年輕的女孩子 兩個人就刺殺而死了 所以他這個皇室就沒有了長子 所以剛才那個Archduke Ferdinand 是一個親戚 是一個侄兒 是打算這個侄兒要拿來做他的下宇任的皇帝 結果也被殺掉了 你想起來 你看那個我愛西施的電影 是很浪漫的 因為年輕的女孩子的事情 可是他這個 他大概活到八十幾、九十幾歲才被殺死 後來他這個魔家就整個就垮掉了 是非常非常一個重要的人物 而他的世界完全沒有感覺 這很可憐 所以說他也是匈牙利的皇后 對 他就是奧匈帝國 他們都是住在維也納的 傳統的西歐的一個大皇帝 可是他合併了匈牙利以後 他就是一個非常很有愛心的一個皇后 他經常去匈牙利去拜訪 而且他學匈牙利的話 他還跟匈牙利的什麼首相 有生了女兒的 手淡七八糟 這就是很浪漫的回家 對 哦 你不可以運輸到國家 他還在你 如果到維也納區 有一個專門他的紀念館 對 哦 這些都是過言 過言 過言 看歷史都是這個樣子 先頭讀書的時候 好像很正直 你批評那個 批評那個什麼師兄 什麼樣的 當然你自己對社會裡面 你旁邊的都是有這個社會 還要批評那麼多 對 所有的 其實你去讀左戰 讀的也都是sop opera 你剛才講的什麼李金霞 李白大師 我們看了 他就是 神不神 神 你去台灣最有最大美女的 是誰 八百丈姿 八百丈姿 不是 他是演得清秀了 那你感覺到是你個人 他都方不敗 神不敗 他就是窗外 剛才我們說這個地方是個監牢 各國抓到的人都來放在這裡 那後來變成到了1941年 就是專門來抓猶太人 你認為這是第一個對吧 也不是 他也許來打號 就是在布尼黑的那個打號 算是第一個 那個是在他本國的 那個時候並沒有用來殺人 就是萬聖志斷 不是 不是 在布尼黑算是一個很大的城 我們參加一個day tour 19塊錢就可以去 所以沒有到外國去 所以沒有到外國去 我們美國好像沒有參加 我們美國好像沒有參加 有 有 黑人 有 有 OK 有一個競賽的黑人 我忘記了 對啊 你說Jesse Jackson 是1936年 送到德國的柏林去比賽 因為那個時候 拉奇趕把出來認為 他的這個運動會 是要顯示 阿利安人的白人 是多麼的優秀的 結果這個 美國的Jesse Jackson 繼續 得了好多的獎 這個就是原來 是一個古的城 的 古的軍事集體 所以看起來是這個樣子的 可是因為他非常的嚴密的 可以防守 所以 這是一個 concentration 對 先起變成一個 prison 後來就變成 concentration 上面有這個草 所以 那種建 你說這些草 不曉得那種建築 是什麼 中轉下亮 好像只是城牆 這些部分是沒有房間的 沒有房間 進去就有好多房間 這些有一些泡台 什麼的 這也是一個傳統的 歐洲式的城堡 多半是星星的形狀 它有好多的東西 這樣一個一個尖出去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 你如果城牆是方的 或者圓的 你就看不見人家 到底有沒有在公里 可是你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那邊是什麼樣子 有好多城堡 是一個正正的五個星 或五角星 什麼的 你到了高的地方 就可以看到它的情形 這邊 前面右邊 就是一個很大的 cemetery 有一個十字架的區 然後再往下面 就有一個猶太的行星 就是不同的人 站在不同的地方 這個叫National Sanctuary 像美國在歐洲有很多的分地 就是它打仗的時候 死人的軍人 那都是每一個牌子上面 如果它這個猶太人 都會畫一個star 這一個在上面 它並不把它增開 當然也有的就是一個牌子上面有四個人 或者六個人 它就是一層層上來幾下 要省地方 那表示美國 你入伍的時候 還要和你的類似要獎金 可是有的人根本都不曉得 他自己的背景裡有什麼 像美國的Madeline Albright 他做了國務卿以後 人家才幫他查出來說 他原來是猶太人 他自己也知道 所以這個七號就是猶太的這個 這個叫The Star of David 就是大威王的行為 你在罵群的時候 猶太人都要戴一個 手機 後來就變成幾年級 你終於你就要把你的套法 這個七八位的一個數字 叫刺在上面 刺在什麼地上 刺在什麼地上 隨時可以讓你死就知道 也是啊 他說這些名字 也不一定就是下面那個書題的名字 就隨便 你這樣就好 不是亂寫的就是 這個是說他的導遊用哪一些文 語文來介紹的地方 幾年中 這是買票的地方 215個 一個美金是24塊 是捷克的 所謂 所謂 Corona就是 Crown 很多的錢都叫做Crown 是吧便宜的 不到10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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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塊看這些 你認為的嗎 還可以 還可以 有不貴 有不便宜 有沒有裡面的人給你再對解釋 我們沒有進去 他就是有這麼多不同的語言 來給你做解釋 我有 沒有 沒有中文 現在變成什麼都有中文 我們從阿迪斯拉巴巴的飛機場出來 所有地方都是寫德文英文什麼的 可是他有一個中國人特別開的一個 也不是店 這是一個information 全部都是講中文的 因為太多中國人 我能夠 丟錢 很多 講良心話 可能中國團還不帶得去這種地方 大概是 他喜歡去的奧文貓 對 對 對 這個話 對 他要去 就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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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對中都不是遊客 都是去上班做工的人 中國人 好多 在這裡 上班 沒有英文的底子 我坐在那裡等飛機就有三個中國人 他說 為什麼這個班記號碼跟我們這個排 玻璃排上面不一樣 我說你這個上面寫的是Gate 9 我這個是Gate 18 他們連Gate Gate 都想過 無人家膽子特大 他就說 什麼東西都不懂 他就趕出去 這個就叫 別笑 這叫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 這些人送出去做工 對 大規模的 我們看不見 現在只是新聞廳以為是有這個團隊 是 是團隊 可是這些人都是在 在國家怎樣 可以 撞完了以後 多少 六號月 你回來一次 他們說 在市中心 建立一個八條島的一個大路 可是沒有一個接近 所有的人都要跑到這個路的邊上看看 沒車了就 再跑 馬路的這間時間 馬路算都是這樣 不看法一等 其實也不看法一等 我們就碰了好多中國人 他們說我們三年能留一次 就到這裡來打工 真的喔 很明功耶 其實都沒有基本的 原來的解釋的勞工 對 他們還是三年沒 今天當然也想要自然做 三年就開始自然做 三年就開始自然做 不要講